大家好 我是Joseph 歡迎收看Joseph 10分鐘看房 今天我們來到溫哥華市中心 Yale Town 來開箱 750萬頂級Penhouse 長什麼樣子呢 話不多說 趕快看一看 走 欸 來了嗎 快請進 快請進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它的玄關的空間 這個公寓很棒的地方是 它把它居住的空間 跟生活的空間是完全的分割開來 這一個玄關呢 讓你回家就很有儀式感 你要睡覺或是你要生活 或是你有客人來 很有合理性也很棒 這邊可以擺你喜歡的藝術品啊 或什麼的 空間很好 那我們就開始看囉 走 首先呢 我們來到它的客廳 跟它餐廳的空間 我必須要講 我很喜歡它這個房子的配色 雖然它是15年的房子有點屋靈 可是你看它的用色啊 包括它地板 它的Walnut 這些核桃木的這些顏色搭配 很有古色古香的感覺 你不會覺得它老舊 反而覺得它很經典 很classic 這邊是它的Control 4 它的智能的家電的系統 所以非常的State of the art 都很方便 這邊就是這個房子它最大的賣點 為什麼這個公寓要750萬呢 很大的地方就是這邊 因為我們在Youtown的最南邊嘛 Youtown最南邊呢 就是Downtown 我們看得到很棒的海景 跟這邊的整個Panoramid 因為溫哥華比較南邊 這邊沒有很多高樓 高樓都是在市中心 我們這邊往南看的景色非常棒 所以這邊從最東邊的 我們可以看到Science World 這一個大樓 它的後面是它的是Camping橋嘛 這邊可以看到市政府 就上面有國旗的那一棟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 溫哥華西區它的Seawall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這邊散步啊 遛狗啊騎腳踏車啊 我們這邊也有 對面也有非常非常的棒 再來看這裡 我們剛剛看到東邊的餐廳看出去的景 現在我們看看從客廳這邊 往西邊看出去的景 長什麼樣子 這個不只180啦 我覺得應該有沒有270 誰數學好的跟我講一下 這邊客廳呢 我們往西邊看感覺就很不一樣 因為這邊看得到Granville Island嘛 住在溫哥華大家對這邊一定很熟 很多可以逛的地方 很多small batch small brewery 看得到溫哥華的Granville橋 甚至你再往西看 往後面看呢 可以看到UBC還有溫哥華他們的海口 所以這裡的景真的很棒 就是完全看不膩的 看比較近的話 還有就是停船的地方 很多人在船上休息啊 這一個Fireplace呢 剛剛沒有講到 我們特別來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可以把它當作 客廳的空間的一個Center Piece 它中間一個用萊姆石的 而且有一個很大看起來很豪氣的一個Fireplace 反而把它整個空間呢 穩固住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其實很棒 並不會覺得說它擋到了風景或是很突兀 蠻畫龍點睛的 這個我很喜歡 看完了客廳餐廳空間 接下來我們看廚房 它的廚房的設計呢 就介於開放式廚房跟封閉式廚房的中間 它其實是連住這個空間的 可是它又分隔出來一個距離 看它廚房的區域就看得出來這個房子的年紀了 公寓的廚房一直是一個很難搞定的地方 它是開放式的空間 煮菜啊什麼 其實客廳這邊都會沾來味道 可是如果你隔起來的話呢 好像太封閉 所以其實真正高級的Apartment 他們應該是有開放式的廚房 跟一個小的中式的廚房 就一個展示用 一個真的每天煮菜用 那這邊就介於中間 所以就是又不開闊 那它又沒有封閉起來的這種便利性 所以我覺得這是這個房子 可能比較有點美中不足的地方 不過畢竟它是15年的嘛 所以15年當初可能就是流行這種style 可以改裝啦 可以把這個廚房整個改建起來 所以是有potential 還記得我們剛剛說這個房子分成兩個區域嗎 我們剛剛看完生活的空間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它居住的區域 來趕快看一看 那我們先參觀它的辦公室 辦公室它的配色跟它的裝潢呢 就才比較低調跟沉穩的風格 我覺得在這邊就很能夠靜向心來認真 然後用功 工作也好 讀書也好 很棒 接下來我們看它的臥室的空間 首先左手邊是它第一個次臥 它的次臥室呢都是有附帶洗手間的 像這邊就兩個床啊 很漂亮的景 第一個次臥這邊 再來我必須要講的是它的走廊這邊設計呢 也很漂亮 地上呢有它很classic的walnut 就是核桃的木地板 它的牆子也很講究啊 包括它的sealing 它天花板有做coffered ceiling 就特別的木線設計 再來第二個左手邊 是它的第二個次臥室 也很漂亮 這邊的風景呢 就是比較朝東面的景 洗衣乾衣 最後的最後呢 終於到了這個房子的壓軸 就是他們的主臥室了 首先呢在你的左手邊 有一個非常有空間感的附入式衣櫥 它有連身鏡啊 還有室外的風景自然的採光 很棒 它的浴室有夠享受呢 又有喇叭 內裝設喇叭 然後鋪滿這種很漂亮的萊姆石 又可以怎麼樣 邊泡澡邊看外面的風景 有沒有 能夠邊泡在泡泡雨面 邊看到路上的車子開過 是不是一種很享受的事情 那它的馬桶呢 沒錯 它的浴室是有馬桶的 藏在這個角落這邊 然後我們從剛剛看得出來的地方啊 這個淋浴也很講究 它有rainshower上面的正下方的淋浴 它有這邊坐的地方啊 它有蒸氣的功能啊 所以就是SPA的等級啦 那最後呢來到它的主臥室的空間 它這邊真的就是Penhouse的全景 沒有任何其他的地方可以比較的 這邊從南邊也好 東邊也好 北面的山景也好 各式各樣的景 應有盡有 其實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臥室是不是不要有那麼多的玻璃比較好 其實現在雖然是白天 可是我都可以想像的到晚上的時候呢 你看遠遠的山跟南面的城市的一點點燈光 其實非常幫助你睡眠的 而且這邊離任何有噪音或是馬路的音源呢 其實離的距離很遠很棒的一個區域 又有景又沒有噪音 非常適合主臥室的一個空間 那介紹完主臥室的風景 我們再看一下主臥室它內部裡面的一些細節 首先看一下它的燈 這些我們叫做Reset Lighting 就是它是坎入性的燈 坎入性的燈光嘛 再來呢你看它的燈的上面 這個是冷氣的出風口 所以冷氣出風口為什麼要在上面呢 因為 冷湯氣下降 沒錯 有做功課 再來呢是它的 你看這邊有坎入式的喇叭 必須要講的是呢 因為它主臥室有做坎入式的喇叭 所以它必須要做一個涼 才能把機器裝在裡面 可是一般華人可能會不太喜歡 睡在涼的正下方 尤其它這個涼剛好在你的枕頭的正上方 其實以華人的風水來講 這個是不太適合的 尤其是它的這個主臥室 你看它唯一的一面牆呢 就是這裡 所以你窗頭只能放這邊 所以就風水上來講 這邊其實是不是滿分的 所以這是有時候我們在看房子 要注意的一些小細節 OK 好 今天的影片就拍到這裡囉 希望大家喜歡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個 750萬的房子 漂不漂亮 值不值得這個價錢呢 記得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下一個影片再見 拜拜